大安斯在加码 汪小菲165万担保金也保不住 据强制执行被驳 一人大安斯与汪小菲离婚后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汪小菲欠的750万元 并扣押汪小菲的财产 汪小菲因此提供165万元担保金申请 暂时停止强制执行 不过现在这笔钱恐怕也不保 大安斯令针对200万元生活费 500万元违约金部分 申请强制执行汪小菲的165万担保金 法院才准 汪小菲不服 向法院声明寓意 但遭驳回 全案仍可抗告 大安斯和汪小菲离婚后 以汪小菲为离婚调解笔录给付生活费 申请强制执行汪小菲的财产750万余元 汪小菲不满 反提债务人抑郁之诉 不过3月37日 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汪小菲败诉 得提供165万元新台币担保金 全案目前上诉二审高等法院审理中 不过汪小菲恐怕没想到 大安斯令又以200万元生活费 500万元违约金为由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他的165万元担保金 法院也才准 提存所因此根据执行命令 解交165万元 对此汪小菲在声明异议 强调债务人异议之诉都尚未判决确定 根据提存法规定 不应准与解交提存物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认为 提存所确实应受民事执行处 所合法命令拘束 将165万交给大安斯 并无违法 因此驳回汪小菲的申请 可抗告 感谢您收看Mou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